今天很榮幸我們邀請到立法部主席曾鈺成先生 在白王中秋時間來到維園接受我們徐田英泰的學會 網上名人專訪 說一說他自己對太極的看法 Hello 曾主席你好 為何和太極之友在一起呢 我和他在公園探望街坊 如果有時間我都可以一起玩架 我只是玩楊家 楊家是甚麼式呢 我打過108式 108式即是楊家的傳統老家 楊式的套路你應該沒玩過 你說吧 套路是24式的 應該要推廣一下太極了 好 我想問問師傅 我是十多歲才開始學的 那學呢 玩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有一個中醫 他跟我講 年輕人不應該打太極 為甚麼呢 你應該打這麼強的馬 年輕人呢 精力過盛 哦 太極呢 就講一些 其實呢 太極都 但我知道現在這些學校都教的 因為太極呢 是兼中有有有 中大綱 因為打好 年輕人都可以的 小朋友都可以 因為 首先呢 就要暫裝 你說年輕人是暫裝的 那太極呢 因為打得好呢 可以放棄的 你明白嗎 太極的氣和力是很厲害的 是的 那如果是你們說 小朋友要打她的 就是放棄的 那些就很有氣力的 那當然呢 給人一個感覺 就是年輕人做的 但是現在呢 無論太極的幫助人 都不是年輕人做的 當然啦 我們推廣 還有健身 氣功運動 強身健體 男女老友都適合 對啦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 這麼推廣這個太極呢 因為我們這些 這些有退休人士 有 有 即是 總班人工的 有 很多人士都有 早上每天堅持來做運動 打太極 為了什麼 都是傷心的 不是 一定要有一班人的 師傅 那就是你要找她 我10年8年前 就嘗試在地區那裡 跟一班同學 跟那個師傅 那時候就叫做運動 真的一個禮拜 都去那裡師傅 現在呢 自己一個人 就沒有了 就懶了 沒有人 多了 以前呢 和一班同學 你不去一次 第二次見到 為什麼你長次不來呢 這樣就有點壓力 好 現在你工作忙而已 為我們香港市民 做事 應該的 那 我們 希望呢 每一個人士 或者是 各家情人士 都要 就是 爭取時間 去做少少運動 一個禮拜一錢都好 那相信你事務辦案 應該你都是一個運動家 最近我醫生都說 你運動太少了 不行啊 我看你這麼聰明 應該都有做運動的 哈哈 那 即是 公園 維路來的維園 很多人都很喜歡 那 如果上班的事 你不開始就走了 是啊 我也要走了 是嗎 那我們一起打敗了 哈哈